第一階段的工程 原本希望期待三四夜之間 我們第一個階段都能夠完成 當然在完成是以安全為前提 一定是要安全為前提的情況之下 我們希望這個部分 還是希望我們的捷運局繼續努力 但是我們第二個階段的工程 我們是在去年的九月就跟中綱完成簽約 我想在地的產業 我們夠來承擔高雄 在整個利能清廣運輸 這樣的一個責任 我們非常地放心